台北市长期照顾需求人口数逐年增长 依据卫生局推估113年长期照顾需求人口数为111,270人 其中以65岁以上失能长者占66.63% 位居第一 第二高为50岁以上失智症者占16.99% 面对人口老化及少子化 台北市已有22家医院加入转嫌长照2.0服务 让出院后有急迫使用长照服务的民众缩短等待时间 我们会在医院里面评估长照性能等级 会有我们的出院衔接的一个团队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缩短我们使用长照服务的一个等待时间 经过核定之后可以先使用服务 像是照顾服务、喘息服务、交通接送是房价后就可以得到服务了 那七天内可以去使用到这样子 那其实最主要说其实 呃在出院前其实申请人的状况其实大部分都还算可以的 是因为疾病然后入院治疗 那其实家属很常会面临到说这样的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透有这样的险阶出院准备的领悟程度是能 那他们可以在出院之后能有人可以过去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份安心感并减轻照顾附和 还有很多市民朋友会问到说台北市的医院不止这22家 那假如说在其他医院的话该怎么办 这个部分除了说在住院的这22家咬院所以外 其他有长照需求的在住院期间也可以拨打我们1966 我们会由照砖到咬院所这边协助 那我们也鼓励所有的院所都可以加入 那全国其实相关的院所也都有 不止台北市有推动这一个部分 刚刚我们在资料里面也可以看到106年 中央就开始在推动出院准备服务 那台北市我们在这几年服务的状况 从112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服务量 已经突破了4000案 比在前一个年度增加了17%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住院期间需要去衔接 长照这个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任何需要长照服务的项目在住院期间可以向医院的出院准备小组 这边提出申请 那我们一般都希望说在预计要出院的前三天先完成评估 那这个资料就会传送到我们的照管中心这一边 那在出院之后我们照管中心的照专人员跟整容性服务中心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A单位就会来进行照顾计划的一个评估 希望在出院后的七天内能够得到长照的服务 另外长照科科长林柳颖表示 长照人员每六年需定期换证 且继续教育积分达120点以上 包含专业课程、专业品质、专业伦理、专业法规等四大领域 以提升第一线长照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及照护品质 那120点含瓜了哪些的项目别 那包括专业课程 另外还有照顾的品质 另外还有伦理跟法规 这个部分是四大领域最基本款 但是各位可能也留意到我们前面几年有COVID 感染的相关疫情 那其实这个部分在长期照顾的人员 它也是必修的课程 再来就是要保护我们著名的安全 跟被服务者的相关服务品质跟安全的部分 我们的长期照顾人员 它另外还有五个项目别的课程 也需要进行相关的进修 包括消防、安全、经济、应变、感染 还有性别敏感度、原住民跟多元族群的文化 这些相关议题也都列入到 我们长期照顾人员的必修的课程 这个部分是利益保障 这个需要我们第一线人员 有专业的素养跟照顾的品质 卫生局也提醒 长照人员认证证明文件 有效期限为六年 需有效期限前六个月内患证 否则最高将处一万五千元罚还 记者李席会台北报导 会订阅的课程 下车前休息 电视频